Hello 大家好 我是柳珍团队的Alison 这是柳珍大姐 Hello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讲的这套房子 正好是在森林湖的Baker Ranch 那我这边的话是左手的一个后院 那正好对着的是一个公园 而且是一个小区里面非常不错的一个公园 可以有孩子养狗等等都是可以 而且从这个院子直接出来的话 完全能看到你孩子在这个公园里玩 那说到这个房子的话 那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整个房子的一个交易的过程 现在呢我们在出租 出租的价格是4000美金 然后三房2.5位 那这个房子是由来的话是买家呢 他从我们这边买 通过是1031的方式进行就是 把他们之前的房子置换了 那置换呢他的房子是卖了150几万 然后这边呢买一个小的户箱 那个这个房子大概是102万多 那他们是一个工程师能养活一家五口 当然这边非常节约也是我们中台的一种梦想 就是说你可以买套房 然后呢进行出租 房子里面这个房子呢是一个连排别墅 那其中有两个物业 一个物业是大物业 只有维护人是整个市区的物业 那一个小物业 只要是周围的小区的街道 还有后面的那这个房子呢 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地税只有一个1.05% 一年的这个地税 然后呢 物业也还好 300多美金一个月 那这边的话我跟大家讲 它这个房子的话 它的都是用开放式的 特别是一般人做1031的话 置换的话 最有考虑的就是说 你的房子已经很老了 那么你折旧也几乎相对的讲 差不多已经没办法再折旧了 那在accounting的方式里讲 所以你可能会置换 置换的时候 一般会置换在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社区 比如说像新的社区 或者是一些有特别有特色的 比如好学区啊 安全等等的社区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社区的话 它的耳腕非常的紧 也是我们Late Forest 一个非常popular的一个社区 叫Baker Ranch 那这个房子呢 是一楼呢 是没有房间的 全部是客厅厨房等等 还有就是这个餐饮器都在这一块 所以它三合一体 那冰箱的话也是包了 背墙全部做 以白色柜子作为一个颜色 那现在也是看起来非常的时尚 那基本上在投资房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冰箱 没有洗机和烘干机 那这个房子冰箱是包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边的窗户 因为是新房子 你看到它格局是非常好的 高挑屋顶 而且是这个感觉是 它用了一些不是白色的墙 所以看起来没那么枯燥 而且没那么单调 虽然说这个房子呢 不是很大 但是呢它该有的都有 包括说它的升级台面 大的水池 看到没有 还有包括这个饮用水 全部都装好了 包括这个背墙的升级 也是不错的 那我们来看看这边 这边呢有两扇门 一个呢是一个pantry 这个pantry特别重要 正好就是在楼梯下面 最合理的用上 因为厨房不是很大 所以这个空间呢 是真的非常的需要 这边的话有个半个卫生间 它功能齐全 这边的门呢 当然是车库了 车库的话是 一般是两个车位的车库 那现在新的房子的话 基本上呢 那个water heater 也就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的 都是一个很小型的water heater 因为这样呢它可以无限的在供应水 所以水呢 不会在内处太久 那我们出来看看这个房子的那个后院 这个房子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后院 后院呢 感觉是 虽然说这个房子的朝向 它不是一个南向 但是呢 因为这个朝向 因为它这边是空的 所以阳光进来的感觉也是 无限的好 那院子的话 主要是它全部打造的 都是甲草 所以非常方便 特别适合租客 以前这个房子也是租客住的 所以都 且屋主也考虑了这一点 就是说 好打理 那这边的话 是有一些铺装 加上一些石头 这样感觉非常的好 那这一边的话 也就当然就是这个房子 最想当的卖点区 因为它后面没有邻居 所以呢 也没有担心说 这个房子后面的话 会不会邻居 正对的邻居 这样特别主人房 对的主人房 建造它真的是西班牙风格 整个建筑的感觉也是非常好 非常敦实 这个的二楼正好 这个是我们的主人房 主人房的话 正好就对着外面的一个大公园 是超级好的一个卖点 我们第一天上市的时候 4000美金已经有很多人下单 而且呢 已经有超过这个4000美金的一个价格 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会 跟那个住客一起了解 跟他们讲一下这个房子的优点 还有它周围环境 所以很快有很多人喜欢我们 看了出租 那我们看看 对 这上面的话有三个房间 其中主人房的另外两个房间是分得非常开的 也是为了保证私密性 那我们来看看主人房 这个巴姆多特别好 是加上的 这个是外的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没有门 其实有一定的透明度 但是呢 它这样显得不压抑 那这个的话完全解决了后顾之忧 那这边的话 它同样的有两个洗漱台 洗漱台台面也是升级过的 那镜子 阳光从这边进来也是无限的温暖 啊 感觉冬天的话并不觉得很压抑 一些装饰墙 严重啊 就是非常时尚 那我们去看看另外两个房间 特别亮 朝了随风南向 而且呢 洗衣机空干机在二楼 这两个房间供用了一个非常舒服的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呢 它是以白色高柜子 而且你看它的那个非常高 而且有pattern的这样的门啊 非常漂亮 它说了这么多 其实说的是一个投资房 更是说一个中产阶级 对家庭 对投资的一种梦想 最大的一个梦想 给大家分享就是说 中产阶级 并不可怕 而是我们学会 怎么样去budget自己 怎么去学会 洗钱生钱 怎么样去投资自己 避开大部分的中产阶级 只会给自己升级更大的房子 而没有想过去投资 我们要做一个有深度有广度 投资的女生 喜欢我们视频的千万别忘了 给我们点赞加subscribe